市長可以先請問一下,因為你昨天提到國台辦對你的讚賞,你回答令你尷尬,為什麼會這麼說? 真的是這樣啦,那張考驗怎麼考都不會考幾個嘛,就是不會考過60分 如果他說什麼讚賞,我天啊天啊,我心裡想說哇,這實在是尷尬 特別是香港現在鬧成這個樣子,對他讚賞反正實在是尷尬 你覺得這在害你是不是? 你不是害猴啦,唉,我還講下去,我能拜託不要講我好話 嚴主席說你讚賞完之後,你反而跑了95分 這個是這樣啦,抹紅柯文哲一向是民進黨最重要的戰士,所以預料中的事 可是對方是真的讚賞你啊? 後來就痛過了 這樣子會害你失去天然獨得人心選票嗎? 沒有啦,這個,其實啊,對我來講,人家說要以平常心理 我每次都跟我們的團隊講,戰略戰術戰鬥 戰略還是要確定 然後不要因為一時的這種波浪去改變你的行向 還是要蠻穩健的,按照預定的方向前進 那這樣的年輕選票有沒有可能面臨你所謂的滑坡效應? 還是會啊,就這樣啦,我是講過啦 所以我們就不要還是,我覺得這樣啦 不管不要因為這種一時間的事件 那去搖擺,我已經學乖了 就是說戰略戰術戰鬥,戰略方向還是要確定 從民進黨初選民調可以觀察到 很多這個蠻多趴的可能年輕的選票 蔡英文才是首選 你反而是只有賴慶德出現的時候才可能選你 沒有,反正民調也是這樣嘛 民調就是民調,看看這樣 市長你覺得那個最新的網路節目現在被議員批評是公器私有 哪一個議員? 藍綠議員,今天早上有汪志斌跟洪建議還有簡書培 那如果是民進黨議員就請他們去看小英總統最近做的事 他說是藍的議員,也還好啦 我跟你講,其實這樣啦,對我來講 我剛剛說我在完成蔣惠水90年前沒有完成的命運 但是一個,我們要把這種當作一種社會運動,新文化運動 所以很多觀念你知道 要透過自己來說明你知道 把很多觀念推行到全台灣去 所以對我來講你知道齁 改變政治文化是我們最重要的社會運動 所以是把這種 把我們每天做的事就是 其實我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在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影片上面的那個時鐘是8點20分 然後有網友是覺得說是不是代表你參選2020分 8點20分就是什麼環境 因為晚上 這個我跟妳講齁,那個時鐘要轉幾點不是我決定 你去問柯議員他到底在搞什麼鬼 他說留給外界的各自解讀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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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唉,不要理他,好下一題 市長為什麼只有加油沒有恭喜 那說恭喜皇帥,賀喜皇帥 好來,好,謝謝 好來,最後一題 不喜歡清索就贈給你 那你要對賴清德說什麼? 好可憐 好來,謝謝 你覺得他是被做掉 你覺得他是被民調剁掉 好來,謝謝 謝謝,來 好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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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謝謝謝謝謝謝